寻找疑似的手机 那如果你手机 Android手机掉了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从电脑把它找回来 如果手机不小心掉了 或者被人家偷了怎么办呢 首先这是充钱老师的手机 我先把它的声音关掉 你先看一下哦 这时候呢 我声音把它关到最低 即使声音关掉呢 我们利用电脑也可以让它发出声音 再确定一下 等一下我把它先拔掉 等一下把这线拔掉 你看一下我已经拔掉了 这时候待会我放在我的桌上的旁边 所以拔掉待会这画面都没有讯号咯 假设这手机呢被偷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好 被偷去哪里呢 首先你赶快回到Google去 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那我就要登录我自己的Google账号咯 来 我再新增我的账号 好 要登录自己的Google账号 那这个账号提醒同学哦 这个账号必须跟你手机账号一样哦 如果不一样当然就不能找啦 我现在用的是 呂通贤这个手 对不对 这时候点选这个账号图示再来点选 我的账户 好 那这里是管理我的账户呢 这边呢 再往下啦 这边就找回手机的功能哦 那问问看 你的手机不晓得放在哪里 或者被偷了 你可以使用电脑来做巡回的工作 来我们开始检查一下 你要找哪个设备 诶 怎么那么多 诶 这是我曾经用过的设备 就在这里 那现在我的手机是这个 Asus的Linfoam 3 Deluxe的 把它点一下吧 好 还要再输入一次密码哦 验证一下身份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先看什么 它可以帮你做什么 你手机被偷了不见了 它可以帮你锁定手机 设密码 那使用 那偷的人不能用 那可以拨打电话给那个人哦 给那个剪刀人 诶 请你手机还我啦 那可以登出你的手机哦 可以什么 清除装置 手机很多机密 我怕有危险 就把那个手机 所有东西先清掉 那首先我们先看看 那个手机被偷在哪里 而且注意哦 你的手机即使呢 关静音 我刚不是把关静 它也可以让它叫哦 来 我们先找定位一下 看那个手机目前在哪里 它在联系哦 因为我的电脑的账号 跟手机的账号是同一个 所以可以找到 好 等它一下 现在正在联系 当然你手机要有网路啦 而且要开起来 那有些同学问说 老师 如果它不开机呢 它剪刀你的手机 怎么可能都不开机 不开机 然后你的手机要干嘛呢 其实你手机掉了第一件事 如果是很重要 应该先清除装置 可以设安全密码 所以它剪刀手机呢 它打开来 没有密码 它也不能用哦 找到了哦 有看到吗 目前我的手机位置 出现在这个地方 找到了 找到了 这个 在哪里 我现在在学校 所以抓到是在学校位置 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可以做什么 点这个地方 点这里呢 我可以设定这个手机的密码 其实之前没设密码 也就是歹徒 捡到你的手机打开来 你可以设定什么 请你还我的手机 我叫吕冲闲 我的电话多少 我家里电话多少 你跟我联系 你可以设这个安全码哦 它打开手机 它需要密码 否则打不开 那你可以清楚里面的资料 当我点准这个 就把这个手机里面 所有资料全部清楚 那也可以播放一下 我们现在试试看看吧 好 点播放一下 好 这是冲闲老师 这手机的声音是 男人当时想这样 好 我再拨打一次 刚不小心碰了它一下 就关掉了 我再提醒你 刚刚冲闲老师 这个手机是关静音 它在静音的模式下 当我点选这个 手机也会用最大声来做 但是 好 来 我停止拨打 那想告诉你什么事情呢 如果你手机掉了 可以在电脑登录的账号 看看你手机被偷到哪个地方去 这时候怎么办呢 也就说老师 手机在这里 我不能从电脑看啊 你可以看我们下一节的教学 我可以跟我太太 或是我的朋友 借她的手机 登录我的Google账号 装一个装置管理员 就可以骑车到这里来 骑车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 好 可以在20公尺之内 从另外一个手机 叫我这个手机播放声音 我就知道 看看谁的手机在响 谁的包包在响 我就可以知道 是谁拿了我的手机 所以当你手机掉的时候呢 可以叫它播放 可以赶快设密码 从电脑来设那手机密码 也可以清除 那个手机的所有资料 好来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那 使用另外一个手机 登录另外一个Google账号 就请你同学看下一节吧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